嗨 Hi Hello 大家好 在我近日我想分享的故事之前 我首先想大家關注一下 Women's Foundation 婦女基金會 婦女基金會他們就拍了一條宣傳片 想多些人去關注這件事 在香港每七位女士當中 就會有一個經歷過性暴力的對待 而是十個受害者裡面 九個都會選擇不出聲 不舉報 保持沉默 當然想加一句 受害者不一定只是女生 男士都會一樣經歷到性暴力或性騷擾 在拍這條影片之前 我就上了他們的網上看他們的概念和定義 有性暴力強姦性侵犯性騷擾 網絡性暴力或拍攝群底 你隨便問一個女生 他們幾歲第一次被人性騷擾 或者第一次被人性騷擾 的時候是他們幾歲 通常的答案都挺驚人的 如果你反過來問我 我的答案是 我八歲 除了香港 我上網也找了不同的定義 對於性暴力或性騷擾的個案 而我接下來介紹的這一項 香港是沒有的 Criminal Harassment Stalking 刑事的騷擾 是以跟蹤為一種騷擾 美國加州如何定義這個刑事騷擾呢 是不斷地重複地跟蹤一個人 或者跟蹤跟那個人有關係的 不斷地找方法去聯絡那個人 或者那個人身邊的人 監視一個人的住戶 或者工作地方 或者他會出現的地方 進行一些具有威脅性的行動 落那個人或者那個人身邊的人 總之那個行為是令到受害者 你跟蹤那個人 感覺到他自身是很不安全的 已經可以有一個刑事騷擾的case 為什麼我覺得這一點這麼有趣呢 因為香港沒有這一項的法例 好了 上網再search 如果真的被人跟蹤的話 可以怎樣呢 如果被人不斷地騷擾或者跟蹤 方法指其實有 可以跟那個人一起上法庭 然後罰他錢 如果你贏了 你就可以罰到他錢 有compensation 因為你可以說 對你心理心理很有影響 那那個人就要賠錢給你 but that's it 沒有其他 那個人沒有其他事情是需要去面對的 沒有其他後果了 只需要給一筆錢 他對你的影響就這樣完了 在香港的法律上 金錢就是萬能 有錢就可以蓋過所有的傷口 但雖然你被他compensate了 補償了 但是不擔保那個人 第二天或者明天 繼續去騷擾你 那為什麼我覺得這一行有這麼有趣呢 因為我經歷過被人跟蹤 而法律上 或者警察的權力上 是完全沒有幫過我的 好了 來到我的頻道 應該是第一次分享一個 真真正正有drama的storytime 希望大家坐得舒舒服服 哎呀肚痛了 好了 那開始這個故事 就要帶大家回到2016年 2017年的時候 當時我有幾條影片 可能比較紅一點 在網上流傳得很紅的幾條影片 那一陣子也有不少人 follower 每天訊息我 有幾個可能是 有一點性騷擾的成份 那我收到那些訊息 都很不舒服 而嚴重到一個地步 其中一個 就找到我當時在英國住的地址 在哪裡 當時的我就覺得 沒事的 他找到我住哪裡 他不會特地飛過來找我 對不對 所以我就當沒事發生過 他找到我的地址 無大不了 那當時住在英國 有一兩個月 是飛回來香港 拍劇 拍劇 而在香港拍劇 那段時期 我就開始了 我第一條 和香港防止自殺協會 的第一條宣傳片 我們那時候在香港大學 正在拍的 當時的拍攝地方 我就很開放的 跟大家說 我當日會在這裡拍攝 如果你們想過來 說個嗨 無任歡迎過來 說嗨 其中一個 當時經常訊息 我那個人 就是知道我住哪裡 那個人 就看到這個邀請 就出現了 但是他出現的時候 是不會好像平時 可能你們看到我 就真的走過來 說嗨 和我聊聊聊聊聊 他是 我拍攝的期間 從頭到尾都沒有留意到他的存在 因為他站了 可能遠到幾尺 然後戴著帽子 黑照 忘了有沒有口罩 總之 躲低了頭 站在類似附近 在拍攝的期間 我經理人就走過來 跟我說 稍後你去廁所 我跟你一起去 因為有一個人好像很奇怪 那我就說 OK 那他去廁所一腳陪我去 那個人 站在那裡 我都不太記得 他有沒有跟我說 應該是沒有 他從頭到尾都是低頭的 然後 我回到家 就看我的電郵 發現 他是 訊息了我 那 他訊息了我 就是 我可以分享給大家看 他跟我說 他在那裡 他拍了我的照 就這樣 沒有接觸過我 只是遠處看著我 拍照 然後 去到某個時間 他應該就走了 那這個人 電郵我的時候 永遠都好像有對答 但我是沒有回答過他的 只是看過那個訊息 就算了 但是他永遠都會回覆自己的電郵 好像有對答 那他的對答 就開始 自從 那一次拍攝的時候 見過我之後 就開始 再密過之前 可能一月有三四封電郵 也都開始 越來越 Sexual 特別多性騷擾的成分 也都開始 影響我的 心理 心理 開始影響我的心理 所以我 就直接把這些 email 全部 過濾過裡 入我的 trash 我的訊號 直接過裡入垃圾桶 那我就連標題 收到都不會有任何的 notification 那以為這樣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就沒事了 那當時 應該是2017年 那我就已經沒有再想過這個人了 那我就開開心心地過著我的生活了 怎知道 一年後 我就搬了回來香港 那 就跟了其中一個best friend myra一起住 那那個時期呢 我就已經跟 seth 我現在的另一半 拍拖 但是我們那時候 就long 長途的relationship 那我們就經常都會skype 那有一天我自己在家 和seth skype 的時候 有人這麼悶忠 一個戴著cap 沒有眼鏡 口罩的一位男士 在我門口 拿著一袋外賣 他就說 外賣 我說 沒有喊到啊 然後說 真的? 我說 沒有啊 那他不是馬上就離開 那句 他不是馬上就離開 好啊 去錯了 他反而是眼定定看著我 跟我 eye contact得很厲害 然後他就說 你這裏不是好像九樓 不知道什麼 然後我說 是啊 但是我沒有喊東西 他說 真的? 真的 然後他就這樣 沒有出聲 看著我 拿著袋 外賣 那我開始覺得很奇怪 那我就 啊是啊 沒有人喊啊 錯了 那我就堅硬關了門了 那就完結了這件事 不是繼續skype嗎 我記得我跟seth說 有人送我食物 但我沒有 我想他們拿了錯的帖子 那我又輕輕鬆鬆 都沒有想那麼多 這樣過了我的一天 好了 隔了幾個小時 因為我跟seth是有時差 他跟我說 這陣子 有人經常在我的blog上 留一些很奇怪的英文 就是 又好像make sense 但是 擺明grammer是錯的 然後我就 哇他跟你說些東西 好像之前騷擾我那個人 那樣 哈哈 不如我現在看回我的email 不知道他這幾年 有沒有message過我呢 哈哈 誰知道有啊 我第一眼看到 我那個人 停了 然後崩潰 然後哭著跟seth說 It was him! yesterday was him! 哭了 跟他說 昨天原來送外賣那個人 是之前跟蹤我 日日email我 那個follower 那當時我的世界又是停了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馬上衝進我 myra的房間 又是哭著 她在睡覺 myra 你要半屋啊 myra 還沒睡醒啊 蛤?蛤? 我說有人跟蹤我啊 他知道我住在哪裡啊 然後就 對 在家裡就 很大件事 不知道怎麼辦 不知道下一步應該是怎樣 哭 不停哭 那天應該還有個meeting 然後我打給那個經理人 我說我不敢出街 我說我被人跟蹤 然後他就 cancel了我的meeting 之後我跟seth說 其實我們門是沒有鎖的 我們有鐵閘 然後有木門 而我們是 一向都不會關閉那個鐵閘的 所以其實如果 那一天 他嘗試去開那個鐵閘 他是進來的 幸好他沒有 那我的朋友就說 你不如打狗狗狗吧 那我就 知道 這個事情 這個情況 不是嚴重到 是要打狗狗狗 那我就上網看 有什麼 警察 有什麼 部門可以打 那我就打了 去一個部門 好像在 北角 北角那個人 是 喘得無論 我反而 聽完他的電話 我是 很生氣 很生氣 然後我就打第二個部門 好像是中環的警署 那個男人 很甜蜜 聽得出是 可能 爸爸年紀的一個男人 他就說 沒什麼可以做 他叫我直接 去我最近的警署 去報一報案 但是他說 大機會是 他們不會做到什麼 我就說 謝謝你 OK 拜拜 但是說到要去警署 我那時候 我還沒有 敢出門口 所以我都延前了幾個小時 才敢動 我有個朋友就說 陪我去警署報案 那好吧 去吧 那當那個警察 坐在那裡問我 什麼事啊 我說我被人跟蹤 他 我看到他的樣子 是出現 一頭無水 他 被人跟蹤 他就說 蛤?被人跟蹤? 為什麼? 我坐在那裡想 我說 I don't fucking know 你問他 你問我 為什麼我被人跟蹤 不是應該問 跟蹤我那個人呢 我就說 不知道 他說 你很有錢的 我說 No 他說 你做了什麼 他從頭到尾的問題 就像我做錯事一樣 而被人跟蹤 之後他問我 你是誰 為什麼會有人想跟蹤你 我說 我想因為我有拍片上網 他說 你是KOL 我說 是瓜 但是我的心想是 我是誰 關我被人跟蹤 什麼 什麼事 你是隨便一個家庭住戶 你是掃街的 你是做CEO的 你是一個學生妹 你也是有機會被人跟蹤 我是不是很有錢 我是怎樣的人 我覺得 不是他應該第一時間問我的東西 但可能是我 too sensitive 對 或者其實他問我這些問題是正常的 但是 他的態度是差到一個地步 我陪我那個朋友 是很生氣很生氣 因為我開始哭了 我的朋友就幫我 回答警察發生那件事是怎樣 我覺得警察那種處事的態度 或者面對一個人 可能跟人說 我很害怕 我會被人跟蹤 但反而他們質疑你 為什麼你會被人跟蹤 那種感覺是非常不好受的 就是 由頭到尾都覺得他們 不是 很認真 對整件事 那 他們 不知道怎樣 其中那個男生 是一個很年輕的男警察 之後他們不斷傳我 去不同 level的警察 我想有一個 老年紀一點的 之後就傳了一個女警 給我 他們全部都說 我們什麼都做不到 他有沒有出現在你家 我說他出現在家門口 然後我說 為什麼你當時不報警 我說 我也不知道那個人是跟蹤我那個人 我今天才知道原來那個人是他 然後他們說 這樣啊 我們都做不到什麼 他有沒有接觸過你 就是physically 身體 面對面有沒有經歷過你 他有沒有 他有沒有對你作出什麼傷害 physical的傷害 我說沒有 他們說我今天我們幫你不到 他 就 打發了我 叫我回家 小心點 如果 再升級的話 才再找他們 然後 thanks 那麼 我和我的朋友都很生氣地 離開 那個 那個 station 好了 我離開警罐的時候 整個人的感覺是 無助到一個點 就是我不太懂得形容 那跟蹤我的那個人 就沒有停過 就保持電郵 我沒有回覆過他的 由頭到尾 因為我 都沒有人教我應該要點 你知道嗎 我應不應該回答他 我嘗試過報警 我應不應該帶他說 我報了警了 他們知道你在哪裡 我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因為都沒有人教我 那 他不斷地 約我 每一天都有電郵 直到有一天 他終於都發了幾封電郵 是 不單止是性騷擾 是 威脅我的人身安全 那麼 我收到那個電郵的時候 是開心的 因為 我終於有證據給警察看 他威脅我了 但是另一方面 也是 Shit 我要出街 他說要用迷奸水 怎麼辦 所以 我就拿著那封電郵 再去一次警察 他們就說 他威脅你 下口供 我就 進了房間 下了口供 但是他們都說 不是你做到什麼 他們需要有證據 是 他出現了在我家 或者 他出現了在我家 我也 立刻去報警 那麼他們就可以拿他身份證 等等 他就說 如果他再想來你家 你 打給我們吧 你跟他說你報警 然後我說 好 知道 那下了口供 好像做了很多事情 給他 那個人 電郵 但是也知道 那個IP address 應該也很難 去找到那個人住在哪裡 那我下了口供 他們也是說 他們會盡力 但是也不是很做到什麼 再 勸我 回家 小心點 不要亂出街 沒有自己一個人出街 就是那些事情 我就說 OK 謝謝 更多哭 因為那時候 Seth在美國 他也不太做到什麼 那我就 我記得我發了這張照片給他 在警局的時候 我就發了這張照片給他 一個很無助的哭樣給他 就是 I don't know what else I can do 就是不知道還可以做什麼 那也用了一大段時間 才敢自己出街 或者看電郵 因為已經覺得 自身安全 真的 I was scared man 都不知道他是不是認真 那我最後一次收到他的電郵 就是這一封 之後就沒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 不知道他在哪裡 I hope that he's over me 我也不希望他找到第二個目標 I just hope he stopped 那我就說回之前 我說如果 好了 我抓到他上法庭 他給了錢我 他罰了錢 要補償給我的 心靈的廠商 那如果他之後 那一天都 還可以去騷擾我的話 那那筆錢 有貴用什麼 這件事在我身上發生之後 我都差不多兩年沒有出過聲 原因都是因為 不想 那麼快又拍一條片 那可能又撩起他的人 I don't know 但是都事隔兩年後 我覺得 被跟蹤 或者被騷擾的 不是得了 那如果可以加上我把聲 或者加上我的平台 I don't know 可能可以做什麼 可以 可能跟我自己平台上的人 可以 開始一個conversation 可以討論一下 警察 或者法律上 可以改善的地方 談一下這件事 是幾荒謬 另外這件事荒謬的一點 就是在2000年的時候 律師會其實是想reform 去改革這一項的政策 是不是叫政策 法案 不是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說 去reform這條例 但是不知道當時哪一個大官 哪一個 idiot 沒有接受這個reformation 我不知道律師會這幾年 有沒有再嘗試過 但是對上一次嘗試過有reform 這個法例 已經是20年前 我不知道接下來的 香港的法例 會不會把這件事 看重一點 我在這條影片提及到的 所有的資訊 或者我看回來 然後再分享給大家 我都會在下面留一條link 我也知道我這樣 share share的story 不會帶來什麼大型的改革 還有我知道我拍片不是萬能的 我拍一條片不是 不會帶來什麼法律上 或者政策上的改變 我沒有這麼天真 當然 但我想帶出的訊息 還有我想大家關注的是 無論你是經歷過性騷擾 性暴力 被人強姦 被人跟蹤 也好 那些事情發生在你身上 buck 那件事發生在你身上 不是你的錯 it was not your fault 不關乎你當日是怎樣穿衣 你的行為是怎樣 你望了那個人的眼睛 你望了那個人的眼睛 一直以下 都沒感覺到 不是那你會遇到 你的大小人 你便擁抱